黑心商人让台湾的毒茶风暴防不胜防 怎么说 我们就来看看台南地检署 特别找来大桶茶庄的柯桂熊 道安说明 那么业者坦诚了 去年开始他把从越南进口农药 检验不合格的茉莉绿茶 他混茶参进合格茶业当中 在拿合格的报告取信 他底下的下游业者来卖 但很夸张 这一批呢 茶业除了是含有芬普尼之外 还有高聚毒性的水氨流氯 那么这个业者是说 绝对没有含这个茶叶 是没有卖出的 但现在检方不相信 征讯之后还是预令他以30万元交保 架上和地上摆着一包包茶叶 上头全贴着封条 这里是涉嫌卖农药茶叶 给英国兰的大桶茶庄 当时集茶园进到里面 除了茶风相关产品 也勒令业者不准再卖 英国兰爆发茶叶 还有农药芬普尼之后 台南地检上个礼拜 约谈的大桶茶庄 可行负责人导案说明 他坦承103年6月开始 就从越南进口农药检验 不合格的茉莉绿茶 参进合格茶叶当中 在拿合格的报告 取信下游业者 以美金200元的价格卖出 而这批茶叶当中 不止淀出了芬普尼 甚至还有高毒性的水氨流氯 这种高毒性的水氨流氯 禁止使用在水果 茶叶或是蔬菜当中 一旦误食 症状轻微会头痛恶心 症状严重还会出现昏迷 抽搐甚至呼吸困难的情况 虽然业者说没有流入市面 但他们所进的79公顿茶叶当中 最后检方只查扣了5000公斤 里面只有5000多公斤 所以那个业者虽然否认 有将这一批茶叶流入市面 但是这个数量上呢 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们会进行后续的清查 最后负责人被依照诈息取材 以及食安法被预令30万元交保 而检方也要持续追查 这些问题茶叶最后到底销往哪里 解黄文台的报道 哼哼哼哼哼哼哼 以为我们 reserve小铁 heb меч CA 铁